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土菜土桌的中国 这是黑豆 土耳其的黑豆 我在土耳其生活了五年多了 但是黑豆还是今年才发现 而且最近这八年才发现 才看到有黑豆卖 其实我很留心各种各样的豆类 但是就是今年才发现的 之前都没有 而且这个是好像就是才 可能土耳其才栽种有的 我今天就要做一个黑豆排骨骨头糖 之前小时候这个是得益 因为在深圳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个方子 就是听到别人说黑豆的话 黑豆炖排骨和骨头的话 特别有利于小孩的身心 小孩的长身体 特别容易帮助小孩长高 所以我当时得到这个方子以后呢 我就经常会做这个黑豆排骨 给我儿子吃 那么有没有效呢 反正我不知道 但是我儿子确实长得比较高了 一米八四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一款这个黑豆还是 因为它我插了一下 这黑豆确实炖排骨炖骨头呢 它确实有强生健体的一个功效 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黑豆炖排骨 但是土耳其它没有猪肉 我就买了羊骨头 羊骨头呢也特别便宜 因为深圳的话骨头比肉贵 所以我看这个骨头呢我就觉得特别滑得来 因为它这个一个一公斤的羊骨头呢 才人民币才十块钱 我就今天就用这个羊骨头呢 来炖黑豆炖羊骨头 那么下面就是把这个黑豆呢 把它撤下来 一公斤才买的 这是我买的第二次 第一次做了 第一次做了 做了豆豉 第二次买 我还会再买 去做一些 再做黑豆豉 还有我再做一些黑豆 黑豆浆 吃 然后去年准备去做 100克 所以一杯是120克 我就做个100克的黑豆就行 不要太多 然后做黑豆把它洗一洗 把它洗干净呢 要去炒 要把它炒熟 用这个 呼吸缸锅来炒 用这个传道要好一些 试着让它慢慢炒 水分炒到小火 慢慢炒 慢慢炒 它这个要 直到炒 炒到它里面的那个芯 有点变黄了就可以了 黑豆为什么会更好 效果好呢 我想和它这个花青树 什么黑色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有紫色的东西 紫色 泡一泡水就变成紫色 它是有紫色的成分 紫色的成分 紫色的就和那个花青树 就含有丰富的花青树 花青树对眼睛和血液 都很好 那么血液实际上 身体所有的病 实际上就是血液出了问题 那血液好 身体就会自然就会 因为血液就像身体的水一样 它会把你的身体里 很多脏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坏掉的东西 坏死的东西 带走 冲刷走 如果你的血液没问题 你的身体就没问题 因为血液出了大问题 你的身体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 好像说这个 广东人就认为 它是有强生黑豆 包猪骨头 包骨头 它有一种强生酱骨的效果 就是说还有美颜的效果 这个美容啊 美颜啊 不过我觉得是一个穴子 这个就好了 不能太苦了 不能够炒糊 糊掉了 汤的味道就苦了 所以我就放到这个大锅里 现在就把这个锅呢 塞一个水呢 把羊骨头 把它过一下水 把它过一下水 好 反正就焯一焯水 把它里面的血水焯掉 现在看不到红颜色了 那就把它捞出来 放到这个锅里面 放到这个黑豆锅里面 放到这个锅里面呢 我再放几块姜 放一个洋姜 放一个姜黄 放进去 这个姜黄 如果把它切破了 它颜色应该不会跑出来 然后就盖上锅盖 慢慢的熬它 熬它 三个小时 好 经过简单的调料 盐 胡椒粉 就简单的调料以后呢 这款汤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这款汤呢 我建议大家来 就经常还是做给小朋友吃 特别是家里面有 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经常吃的是 多多意思 就是会对身体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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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对身体有益处的 就是会对身体有益处的